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肖战能否凭射雕逆袭,成为真正的巨星吗? 肖战,这个名字如今在中国娱乐圈,无疑是一个热议的话题,它的影响力几乎覆盖了每一个角落。 作为当下备受瞩目的流量明星,肖战的粉丝数量之庞大令人咋舌,然而在光鲜外表和庞大人气背后,他是否真的能称得上是一位巨星,仍然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。 流量与实力,究竟哪个才是衡量一位演员真正价值的标准? 巨星的标准远不止流量,真正的巨星往往是那些能够留下经典印记的人物。 他们的职业生涯中,总会有几部作品成为时代的象征,深深植根于观众的心中。 成龙、李连杰和周星驰等前辈,无不以其出色的作品和独特的风格,赢得了观众的认同与喜爱。 成龙的警察故事系列,不仅仅是票房的成功,更是武打电影的经典之作。 李连杰凭借黄飞红系列,则牢牢占据了武侠片的巅峰。 而周星驰则用他的喜剧天赋,创造了一部又一部的票房奇迹功夫,更是让他的名字响彻国际。 与这些巨星相比,肖战的影视作品在观众心中的地位却显得相对薄弱。 虽然他在2019年主演的《朱仙一》一度引发热议,但最终仅获得4.05亿人民币的票房,且口碑平平。 未能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。 作为一名演员,除了刘亮,真正能让人铭记的,往往是那些经典角色和出色的表演。 然而,肖战的电视剧作品多,以古装偶像剧为主。 虽看似华丽,却未曾在口碑上取得实质性的突破。 这样的成绩无疑让人质疑,在流量的光环下,肖战是否还拥有足够的实力与魅力,去赢得观众的青睐。 能够被称为顶级一线流量明星,这只能说明肖战的名气很大,在国内拥有大量粉丝。 但是由于尤其主演的那些影视剧作品都没能成为经典,也没能创造高票房,所以现在的他还称不上是一线巨星。 尽管如此,肖战的未来并非一片黯淡。 在过去的一年里,他的资源明显丰富。 众多知名导演纷纷向他伸出橄榄枝,邀请他担任影视剧的主角。 例如,郑小龙指导的《藏海传》以及由陈道明监制。 胡梅指导的历史剧《风和晋起张居正》,都将肖战视为第一男主角。 这些忌讳不仅为肖战提供了展示自我的舞台,也意味着他将有更多的可能性去塑造更具深度的角色。 在即将上映的众多作品中,《射雕英雄传之侠之大者》尤其引人注目。 这部影片由徐克导演亲自指导。 肖战在其中饰演了大侠郭靖。 武侠电影近年来并未受到热捧,市场上似乎缺乏能够引领风潮的作品。 票房冠军仍是徐克的《敌人节之四大天王》,总票房仅有6亿人民币出头。 尽管如此。 《射雕英雄传之侠之大者》被寄予厚望,甚至有可能挑战全球武侠电影的票房记录。 若此片能够成功,它不仅是肖战个人的蜕变,更是整个武侠电影的复兴之作。 在最近这十多年的时间里,武侠电影并不是很受欢迎。 中国目前的武侠电影票房冠军,还是由徐克指导的《敌人节之四大天王》,而它的总票房也才6亿人民币出头。 如此有人曾表示《射雕英雄传之侠之大者》这部武侠片,就是奔着中国武侠电影票房冠军去的。 它甚至还有希望打破全球武侠电影的最高票房记录。 然而,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娱乐圈,肖战的每一部都备受关注。 对它而言《射雕英雄传之侠之大者》的成功与否,将是它能否击身巨星行列的关键所在。 如果这部影片能够打破票房记录,重新点燃观众对武侠电影的热情,肖战无疑将被视为一线巨星,成为无可争议的时代偶像。 所以《射雕英雄传之侠之大者》这部影片对于肖战来说是真的很重要,如果他能够打破武侠片的票房记录。 让国内的观众再次喜欢上武侠电影,那么肖战自然就会成为公认的一线巨星。 当然,成功并非一蹴而就,肖战能否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娱乐圈中稳住脚步,依靠的并不仅仅是流量和人气。 更在于他能否通过扎实的演技和用心的作品,赢得观众的心。 观众的偏好在不断变化,市场也在快速转型。 肖战若想在这场竞争中脱颖而出,唯有不断挑战自我,提升演技,以真诚的态度对待每一部作品,才能真正打动人心。 在这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时代,肖战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。 他的每一次尝试,都将成为他成长道路上的宝贵经验。 如果他能在《射雕英雄传之侠之大者》中展现出色的演技,赢得观众的认可, 无疑将为他的演艺生涯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。 反之,若未能如愿。或许也只是他成长路上的一次魔力, 未来的机会依然会接踵而至。 观众期待的是一个更成熟、更具深度的肖战, 期待他在未来的演艺生涯中,能以作品说话,真正成为一代巨星。 这样的期待不仅是对肖战的肯定,更是对每一位演员的殷切希望。 每一位演员都希望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,能够留下属于自己的经典角色与作品, 成为观众心中永恒的印记。 那么,肖战能否在未来的旅程中,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经典? 他是否能够在影视行业的激烈竞争中,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? 或许,答案就在他的努力与坚持中。 每一位追梦者都在努力拼搏。 无论结果如何,过程中的坚持与成长,才是最值得珍惜的。 你认为肖战的未来会如何? 他能否在未来的作品中,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呢?